好关于这样的月台陷阱我们也实地的来走一趟事发的桃园火车站 那么站方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其实在现场设有警告标语 要大家注意月台间隙 但是呢我们发现非常的不明显 我们也求证台铁确定这种落差全台湾的火车站都一样 其中区间车 举光号 踏板跟月台最多就差了30公分 一般乘客都得要小心翼翼 更别提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了 火车到站乘客的脚得举高 眼睛得往下盯着月台间隙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踏空 人多的话会比较麻烦 因为又拥挤的话就比较容易出意外 踏板跟月台太远 有些抱小孩或老人要上去的时候会比较辛苦 看看像这对父女爸爸牵着小孩走到一半迟疑了 干脆把小孩抱起来再上车 实际测量下火车跟月台的差距 我们可以看到在间隔的部分是将近是20公分 另外在高低落差的部分是快要30公分 没办法抓个精准数字 因为每节车厢情况不一 驱电车高低差26到30公分 间隙20到23公分 举光号高低差21到30公分 间隙20到28公分 自强号状况比较好最少只有6公分 间隙也是安全距离约20公分 未来我们新的车站 我们的月台高度就是96公分 就没有高低的落差了 台铁表示改善工程分两阶段 从现在的76公分提高到96公分 再到115公分 未来要和北高捷运一样齐平 而看看邻近国家日本装了围栏隔出走道 香港则是有亮灯警示 比起台湾地上的油漆相对逊色 休战前民众得自己小心别摔着了 中年新闻王称卫五千洋桃园采访报道 中年新闻王称卫五千洋桃园采访报道